我想請問董事長,因為這次大火全民都很憂心 不過很多網友都發現說,這像是高雄的立委邱映營 他們第一時間是PO出的居然是3Q罷免案 那之前說很關心高雄的WeCare,他們也是先關心3Q罷免案 對啦,他們就是替陳柏惟講話 所以第一時間已經發生這麼重大的災情 那居然還去關心陳柏惟 所以當然讓網民很生氣 那很多事情真的是有輕重緩急 在目前這個情況當然是救災最重要 然後房子以後再發生 同時怎麼樣讓其他的老舊的娛樂的這些區域 或者大樓能夠趕快獲得更新 或是獲得改善才是要務 但是政治人物經常焦點不放在這上面 是,因為在過去20年,喇嘛扣除之前韓市長短暫的執政一年 那其實這19年是不是應該民進黨這邊真的是需要負很大的責任 當然啦,就是說幾乎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那你在這個當中,從原來最好的大樓 光鮮亮麗變成這麼雨漏的大樓 政府沒有責任嗎? 當然有責任,地方住院當然有責任,必須要負責